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mit 今天咱们的标题 大家请看默认tag的生成 什么意思 Emit它不仅帮咱们快速的生成代码 它其实内部还提供了一套默认tag的生成机制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支持点 就一个Emit提供了常用的tag生成功能 什么意思 讲到这可能您还不能理解 常用的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默认的生成 咱们马上看例子吧 一看例子您就知道 其实非常好理解 这例子我把它拷贝到这个页面中 咱们放到页面中 是一边运行一边讲解 咱们看一下 用过这个Bullstrap等等 这些个CSS框架的朋友都知道 一般咱们的Bullstrap怎么敲 用最多是DLV 然后一敲DLV 后面就要跟一个container 容器属性 容器的这个样式 对吧 这个Bullstrap这种CSS框架最常用的 OK 那么 那么 那么Emit他会怎么理解呢 他会认为当咱们只敲CSS的时候 或者说只敲样式单的时候 他默认的认为 咱的要生成的标记是DIV 大家请看就这个结果 比如说我再敲一下 咱不要container行不行 咱叫CSSBody行不行 无所谓 只要咱们这么敲 他会认为咱们想要生成的标记是DLV 为什么 因为 因为DLV标记在咱们HTML当中是最常用 它为什么不是P 为什么不是Span 它为什么是DLV 因为咱们最常用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和Emit约定 咱们什么都不敲 直接敲点 然后跟一个样式单的时候 他默认给咱们生成标记是DIV 请你记住 OK 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就简单了 就更好理解了 什么意思 比如说咱们要生成一个列表 怎么做 一般都是说 我写个URL 然后里面 比如说我跟上各种各样的列表像 RI对不对 那么 咱们注意 在HTML的规范当中 如果咱们副标记是URL的时候 或者说是ORL的时候 它的子标记必须是LI 对不对 对 这是HTML的规范 那么就简单了 那么就简单了 咱们以前生成URL列表的时候 是这么生成吧 LI 然后是 比如说再附上一个样式单 乘以5 乘以3 乘以5都可以 它这么给咱们生成 那么咱们注意看 我这个LI 这地方 大家注意看 是不是多余呢 因为 因为URL之下的tag 必须是LI 没有 说不是的情况 那除非你的代码写错了 那对吧 那么既然是必须 EMIT就给咱们约定 咱们可以不写 它也能够帮咱们生成 咱们看这个位置 比如说 刚才的位置 我不写URL 然后是 然后是尖号 然后是LI乘上5 我不这么写了 我直接去掉这个LI 然后直接加这个class属性 然后再敲上一个数字 它会自动帮咱们生成LI 为什么 因为URL下只有LI这一种属性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OK 同理 同理咱们在做表格的时候 也是这个问题 当咱们写一个表格之后 那么 哎 稍等 再写一个表格之后 那这表格里面的子标记 只有这么几个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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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BODY TR TD 对吧 只有这么几个 那么咱们和 首先我先挑一个最标准的啊 比如说 这个table下 有一个TR 对吧 这TR我给一个肉属性 TR代表表行吗 有两行 然后再给一个TD 这TD呢 比如说 咱们每一个表行里面 有三个元素 可以吧 咱们这么敲 哎 我敲这 看我 以前看我朋友 视频的朋友 应该都理解吧 这是一个副标记 表格 对吧 我跟一个子标记 TR 这个TR有一个CSS属性 叫肉 对吧 然后这个乘以二是说明 我要生成两个TR 换句话说 我这个表格里面有两行 对吧 再接下来 是这个TR的子标记 是什么 是TD 这个没问题吧 然后这TD呢 有一个属性 是COL4 没问题吧 然后这个TD 我乘以三 换句话说 应该生成三个TD 这是我以前的知识 有趣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 OK 那咱们乘以三 生成 没问题吧 一个表格 然后生成两个表行 每个表行里面有自己的样式单 同时还生成了三个TD 分别生成三个TD TD也有自己的样式单 没有问题吧 OK 那么咱们大家看 表格下面的这个Tag Imit跟咱们约定 默认生成表行TR TR下面的Tag 默认生成表单元TD 那换句话说 咱们这样代码 可以缩减为 大家请看 去掉TR 去掉了TD 也能够给咱们生成 这个是咱们和Imit的约定 试一下 Table 没问题吧 然后这儿敲上一个表行的样式 然后乘以两行 没问题吧 然后再敲上一个表单元的样式 没问题吧 这儿乘以一个三 跟刚才相比 咱们去掉了TR跟TD 为什么 Imit约定 咱们可以自动生成 因为他就是这么认为 这么理解表的 没有问题吧 完全没有问题 有朋友说 我这什么都不加 这个代码可读性 可能会差一些 您要是觉得这样敲的话 代码可读性差 那么我其实也推荐您 把整个这个代码敲全 这样咱们脑子里会非常清楚 我Table下 我跟的是TR 还是Tbody 还是TH 我能够很清楚的理解 所以说呢 这种方式写法 我并不说 你不要这么写 觉得不要这么写 不对 这么写 觉得有这么写的道理 脑子会非常的清楚 同时 上面的地方也是一样 我把这个IY敲全了 行不行 完全没有问题 我不敲行不行 也可以 反正作为我个人来说 我是希望能够敲全 为什么 别人您的这个理解嘛 让您脑子非常的清楚 包括这个地方 我就愿意敲上DIV点 再敲上各种各样的样式单 不敲的话呢 Emit能出来 能有 他有这个约定的话呢 仅仅是帮咱们再节省 一到两秒的代码时间 所以我个人来说 我是更倾向于 您把代码敲全 这样让您的脑子 非常的清楚啊 我的这个tag的 负tag是谁 子tag是谁 而不用默认的东西 这个是看您个人的习惯吧 OK 今天给您介绍代码呢 应该就是这么多咯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啊 默认tag的生成 好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优酷YouTube 还有B站公民下载观看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